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奇怪的他最新上映 在韩国收获865万观影人次 而后 根据其剧本在创作的中国版重版20岁由陈正道指导 杨子山竹脸 中国票房高达3.6亿元 这种一片双拍及一个IP版本 同时开发韩国 中国两部电影作品的方式 能够对于市场有更精准的把握 有益于尼博两国电影之间不可忽视的文化差异性 此次 找到你再度启用这样的创作方式 避免水土不复的状况 制片人陈杰透露 在2016年初看到韩方剧本 当时韩国电影还没有拍摄 2016年5月完成了所有版权的签署 韩国电影是在2016年年底供应 这个过程中我们借鉴了原制本基础人物的架构和设定 并且做了很多本土的改编 尤其是两个女性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相处之后导致了怎么样的化学反应 特意增加了很多篇幅 找到你中的姚晨和迷失 消失的女人中的研制院 都扮演优势孩子的职场妈妈 但工作完全不同 姚晨是律师 而言致远扮演的是一位公司支援 照当你编剧秦海燕表示 影片的本土化创作也是难点之一 需要对姚晨和马依丽两位女主角的人生背景 职业走向和心灵碰撞进行细腻刻画 不能脱离中国本土的社会环境 由此 她放入了自己和身边中国妈妈们的亲生经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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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